苏东坡在海南岛的故事 槟榔烟 一天,夕阳西沉,夜幕降临 东坡父子坐在槟榔林中 突然,一位头戴竹笠,手持砍刀的人来到了他们面前 啊,苏国一声惊叫,把苏东坡从梦境中惊醒 老先生,天快黑了,怎么还不回家去 苏东坡见龙夫话语温和,举止轻缓 才暗暗舒了一口气 他定定神,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之后 才开口回答说 嗨,我们出到此地,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呀 农夫听着,觉得东坡话语中饱含悲伤 便坐下来,细细问起情有 当他知道,面前这位老人 原来就是财名盖世的东坡学士时 连忙起身鞠躬,彬彬有礼地说道 苏学士心道丹地,州府官员怎么不做个安排 东坡听吧,冷冷一笑 苏国则愤愤地把他们刚出来时 如何住官房,吃官粮 后来朝廷官员如何派专人来海南 将他们父子逐出官房的情况 一一告诉了农夫 真是欺人太甚 农夫边说边挥砍刀 往冰囊树上狠狠一劈 树枝咔嚓落地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农夫惊喜地大叫 有办法了 随后挥刀又是一批 办法 苏东坡见农夫连连挥刀 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面头 莫不是想去干那种操刀干戈的鲁莽之事 医师连忙说道 这不是办法呀 你快回家去吧 我不回家了 农夫说完 拉起东坡就走 东坡见状更是不安 你 没等东坡说话 东坡用手指指林中一煎毛烟 接着说 咱们今晚就在这里一块挤挤吧 你坐在冰浪林中 东坡问 农夫回答说 是啊 我在这里啃荒 种了些鼠育 该死的野猪常来招他 我就用冰浪树叶搭了个棚子 在这里防守野猪 东坡听霸对农夫的辛勤劳动一分赞赔 心情才慢慢松弛下来 第二天清晨 苏东坡一觉醒来 发现农夫已不在冰浪棚里 心情马上又紧张起来 农夫挥刀的动作 在东坡脑中闪现出可怕的情景 哎呀 惹了祸 连累了农夫 怎么得了 于是他慌忙起来摸出门外 却听得林中 噼噼啪啪的砍刀声 苏东坡捏手捏脚上前一看 呵 只见农夫正和几个伙伴一起 砍树的砍树 捆扎的捆扎 抹泥的抹泥 东坡问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农夫朗声回答说 给你们父子大新房呢 东坡先生 这爸爸好吗 好 好 苏东坡连声道谢 就这样 东坡父子就在冰浪林中住了下来 苏东坡亲自给新房起了个名字 叫做冰浪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